吳若熙這日來到電台宣傳新歌《似水榴年》 要唱梅艷芳的經典歌曲其實都很大壓力 有 要做很多功課 要討論歌詞 不過這些一向都有做 但做多了一件事 可能會想去聽一些妹仔的Live 還有聽一些妹仔之前錄這首歌的電台訪問 我記得她曾經聽過她說 原來她唱這首歌的時候 她是將每一個字的唱法 每一個字都連在一起唱 但我做完所有功課之後 監製跟我說其實你不需要做那麼多功課 不需要去參考太多是妹仔的唱法 因為她說你跟她一定比不了 她永遠都是她 你就是你 所以不如你唱一個你版本的《似水榴年》出來 變成現時 就是現在大家聽到的 這個版本的《似水榴年》 那老公聽到又有什麼評價呢 其實我記得我們錄的時候 剛出街的時候就是正值疫症爆發的時候 所以她都說如果可以過到 不是如果可以 是這個疫症過了之後 其實聽完這首歌都會特別有這個感覺 希望這一段難捱的時間可以很快過去 好像我們香港人會望03年沙士那種感慨 這首歌可能是這種感覺 過兩天就情人節了 吳約希今年會怎樣慶祝啊 過兩天情人節了嗎 過兩天情人節了嗎 都是在家裡 沒有什麼慶祝活動 我兩天情人節了 就在家裡慶祝一下吧